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诸节里头几句话了 我念一遍 大家听 四君子 烈身行己 要当行习在我者 必识正知无邪 似未知已 身为能知 而但以慧人为之 在良心一丧 物得一知之也 且正知之心比忠厚 当言即使人之改 要在尘有余而言不作 所谓之言 别悔人者 无人之名 快计之怒 而那自为直道 其不痛 不可痛可恨 老子也 聪明身差 而敬于死者 好 机翼 人 这也 我们先看这段 这是我们许许多多人 特别是现代人 常常犯的大病 毁谤别人 别人有过失 一定要把他的过失加重 要加多少倍 没有过失 也把过失加个人身上 这是自己称为政治 我们看看古德教导我们 从前读书名里的人 今天我们讲舍佛的人 舍佛的人 德行识问 在四君子之上啊 这一段事情呢 英光大师常常责怪顺治皇帝 把考试制度废弃了 所以佛门的素质一落千丈 如果在古代那种制度之下 我们这些人想出家没有资格 你考试不及格通不过的 出家人 你看经典里面所赞叹的 天人死啊 你不但是人间的示范 欲界天 色界天 天人的示范 为什么呢 正知无体 所以得到天的鬼神 学会大众的尊敬 你的心真诚 你的言辞真知 如果自己生不值 心血取 你有什么资格 自备别人 你看看 许哲居士 一百岁 没有发过脾气 没有自备于人 跟人不能相处 回过头来自责 我自己做得不好 让别人嫌弃 我们听到他这些话了 一生 不计别人的过失 不计别人的过言过险 一生 心里头 只计别人的好处善处 你就想这个心多善良 行为多善良 所以人家一百零一岁 精神体力 这三四十岁的人一样 沃洪寺见到了 自贪不如 他才四十几岁 自贪不如不够 要努力学习 要向他学习 还来得及 我常常在讲习当中说 你二十岁学 你永远是二十岁 你三十岁学 你永远是三十岁 你四十岁学 你永远是四十岁 你要真肯学 如果自己心底携取 身不正直 而以毁谤别人 以为表现在外面 以为我很正直 这里面讲呢 你的良心已经丧尽了 你造作极重的罪业 你果报在阿贝地狱 佛经里面讲的八十地狱 刀山地狱 诱惑地狱 在下游锅 这都是这种罪业 所感到的果报 地狱里面的果报 不是阎王设置的 是你自己握心 握心 变现出来的境界 自作自受 这个地方说得好啊 正直之人呢 心比忠厚 厚道 现在心地忠厚的人少了 忠是什么呢 忠是心正 一丝毫不拼 一丝毫不邪 这叫忠啊 忠 说再讲呢 就是忠 忠就是忠 忠就是忠 你心里面有邪取 有偏邪 你就不忠 你也就不沉 你的言行自然轻薄 厚重就没有了 当言尽阴 言语要思考 能于里面将啊 三思而行啊 想开口说话 先要想一想 这个话了 当说不当说 应不应该说 佛的四学法里面教我们爱语 爱语是什么意思 决定是爱护对方 爱语不是好听的言语 不是禅美八戒的言语 是爱护众生的言语 归故劝善呢 那是真正爱语 是世人能改 而言语呢 点到为止 所以言语要在尘有余而言不足 你内心真诚呢 帮助别人 改过自信呢 真诚心呢 成就别人 你的心有余 你呢 也能点到为止 才能干人呢 这个是止 毁谤人的 侮辱人的 骂人家 自己 这个地方说得好啊 快急之怒 自己骂人 很痛快 以这个为指导 真诚心呢 可痛可恨 老子这句话说得好 聪明身差 而禁于死者 好机翼忍者也 聪明身差 是佛家讲的 事之辩聪 身差是什么呢 归查别人的过失 喜欢打听别人过失 喜欢收集别人过失 喜欢听别人过失 这种人是禁于死者 不得好死 臣子说 君子于人 当于有故中 求无故 不当于无故中 求有故 而自己呢 反是 怎么样对人 怎么样对起 对待别人 要在别人有故事当中 去观察他的无故事 也就是观察他的好处 对自己呢 恰恰相反 在自己无故事的时候 细心检点 把自己的故事 找出来 陌后这个戒与好啊 世间之人 口业无穷 故太上再三 以人戒业 佛经 一佛如实 第一句话 善乎口业 不计他果 今天造作罪业 尤其是一个出家人 出家人造罪业 比在家人要重十倍 你要问为什么 因为你穿上这个衣服 这个形象 你是代表佛菩萨的 你一造罪业 就是侮入佛菩萨 佛经里面常讲 毁谤佛法 破活活生 你把佛教的形象破坏了 让社会许许大众 看到你的行为 不敢说佛了 于是他们也放佛 暴发暴身 他们为什么暴呢 因为看到你这个样子 才毁谤 这都是你的过失 都是你的罪业 所以古暴在阿比蒂 要出头 那就太难太难了 诸位可以看看 地藏菩萨本颜经 看看地藏十能经 弥勒所问经 里面有详细的说明 所以我看到这些人 胆大妄为 真有胆子 不怕躲地狱 不怕地狱苦 感造罪业 我们要知道警戒 第二句是 骂佛称真 骂神称真 这个诸节里面 我念一念 聪明正直之为神 神这个意思 本意是什么 聪明正直 说得好 但是本意 我们看神这个字 这个写法 他的左面是个柿子 柿子是什么意思 上面这一点一画 这是古时候 这个字叫上子 上天 下面有三条 这是垂向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 自然现象 古人讲 上天垂向 这边是神 神是什么 通达的意思 那用我们现在最简单的话去说 通达宇宙人生的真相 就叫神 哪个人能通达宇宙人生真相 所以我们称到神 神 神也是这个意思 神这个意思 这个字是会议 让你看到这个字的形象 体会他的意思 他一切通达明妙 这样的人 君子所当敬畏 多数人 知识分子 对于这种人 哪有不尊敬的 有学问 有道德 那有无忌惮之小人 自卫正直无邪 可以取福归神 这是小人 不相信有归神 以为自己 很了不起 可以享福一切鬼神 不知其心术之位 鬼神早已归破 你这其心动 鬼神早就看破了 早就看穿了 你在那里造罪 古报 在这个世界 特别是在现在 报得太快了 诸位只要细心 观察一下 你就明白了 你看看造作罪业的人 如果诸位 看到天幕山 齐居寺的报告 你看他 金银这个道场 没有几年 才四年多 还不到五年 感应 古报的事情 太多太多了 说不尽了 我们今天造作一些罪业 好像古报没有现情 这是经上讲的 这是靠你过去身中所修的一点福德 你这一点福报还没想完 等你福报想完了 悟报就现成 那个时候后悔莫及了 人要明理 你们过去身中修的福啊 造罪业不怕了 你还有余福保护你 我不敢 我在年轻的时候 多少看相算命的 给我算命 我全身没有修福 所以年轻的时候 过得非常苦的日子 我修福 很多同学知道 我度过十五年 非常艰难的生活 也有一些出家的朋友 看过我在台中 过那种生活 看得都摇头 任何人不能忍受我 我没有福报 全身没有修 现在到晚年 大家看到我生活还不错 是我这一生 学佛以后才懂得修福 所以我是现实修现实报啊 你们所看到的啊 你们是靠过去身中的余福啊 你们如果肯修福 你们的晚年决定超过我太多太多了 人为什么不知道修福 而去造尊业呢 太上跟我们说的 文昌地君 音质文理跟我说的 巨头三尺有神明啊 佛给我们说的 有两个神 一僧跟到我们不离开的 一个叫同生 一个叫同明 这两个神住在我们身体的当中啊 行淫不离啊 我们造上造窝 这两个神呢 立刻就到上天去报告啊 我们齐心动力 甚至于自己还不晓得 他已经知道了 人不可以不存善心 我一生自己修学 劝告别人 存心就是真诚 亲近平等 真觉慈悲 落实在生活当中啊 落实在工作里面啊 落实在应酬 除世待人救 不管别人用什么心对我 我用真诚 亲近平等 慈悲心对他 他在我 我也不会记他的我 我总是想人的好处 人家对我有一天的好处 一个小时的好处 极其威胁的好处 我都记在心里 感恩戴德 他对我怎么样的害处 毁谤我 侮辱我 陷害我 我统统不记得 修自己 圆满 真实的善心 让自己一生 深深深深深 永远生活在 善的境界里面 我们跟佛菩萨学 我们跟圣仙学 学的是什么 就是这些 在这个世界一生一世 我们认真 努力学习 看破方向 自在水 愚离 是非人物 贪嗔痴慢 让自己烦恼不起 我们的修学 就有了成就了 如果每一天 还是起烦恼 每一天 还是看到别人的 不对的地方 我们就错了 我们就不像佛 不像菩萨了 金宗学会成立 我为了勉励 同修们的修学 提出 修学的五个纲领 又将 又将无量寿经上 佛陀重要的教诲 揭露下六十几条 将发起菩萨 那我们就真的修学 我们发愿求生 净土 必定往生 这个小测词 印的很多 风发的很广 可是 几个人认真修学 几个人认真 天天把他看一遍 拿他来反省反省 一条一条反省 我有没有做到 现在 台北三重 廖居思 他们那些同仁 用不过歌反省 天天反省 这是世间的好人 我们要用金宗手则 每一天一条一条反省 你就是真的修复 你是如来第一弟子 祝佛呼唸 龙天善神勇护 如果又违背了 你是磨子磨孙 你是来破佛法的 你是魔王波群派来的 来破佛法的 破佛法没有好处 死了之后 彼一堕阿比地狱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就讲到此地 我来说 后天善神勇护 他被人出唇角员 他ф法会